火烧车惊魂 下午一辆冰市轿车 行经国道3号北上逐东路段 驾驶先是闻到了异味 接着车上就开始冒烟 赶紧停靠在路间 才刚下车查看 车子就燃烧陷入火海 短短三分钟 车子被烧到只剩下骨架 驾驶表示 轿车是今年3月 才从中古车行购入 最近车子只有冷气出现问题 不明白怎么会突然自然 冰市轿车停靠路间 车体完全被恶火吞噬 阵阵黑烟直冲天际 轿车被烧到只剩下骨架 想见火势有多猛烈 向往对货爆到场救火 惊险画面发生在国道3号 北上逐东路段 12号下午1点左右 发生火烧车意外 车内就有飘入异味的话 有烟雾的话 它随即停在外侧路间 车辆就随即起火燃烧了 起火的轿车是2007年出厂的 冰市smart 驾驶表示今年3月 才从中古车行购入 只买短短4个月 最近车子也只有冷气出现问题 自己也搞不懂 为何会突然在国道自然 当下自小客车全面燃烧 3分钟内火事控制 驾驶第一时间自行脱困 无送一 还好驾驶幸运先逃离车内 才没有受到波及 不过车子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冒烟起火燃烧 是不是由路外漏造成火事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 解释之前新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